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维德利亚州的首府是全球居民们生活的首选目的地 我们在与市面上买家的直接接触中明显感受到了摩尔本市场要比悉尼市场更适宜购房 市场竞争的火热已经使得摩尔本内陆郊区的平均房价涨到了110万左右 K&Burton的房产区域都是在摩尔本最高端的住宅区中 前10名的区域平均价也在第一季度有明显增长 公司火热区办公室行政董事Scott Patterson先生在最近的谈话中说到 在火热区我们最近也有一些1000万以上的房产成交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短短一个月里成交了三套 坐落在Canterbury的超豪华机房产 我们最近的拍卖会上参与买家非常之多 但是火热区整个市场的平均拍马成功率就在80%左右 而K&Burton的房产成交率已经达到了94%左右 脚步没有任何慢下来的迹象 K&Burton预计接下来几个月的市场成交率将会有更可观的进展 另则新闻 澳大利亚商业信息自上个月开始已有复苏迹象 对于投资者来讲为将来做打算是最重要的一步 而房地产是最坚固的投资战略 澳国民银行维多利亚州私人资产总经理Lee O'Neill先生说到 为接下来的50年创造财富 对很多澳大利亚家庭来讲是个挑战 我们不仅看到客户在当前有竞争力的市场上活跃参与 我们更看到了竞争的背后 是客户对真正质量级房产的认可与关注 随镜头的延伸 我现在就在曼哈顿Turay豪华公寓里 就算是金色在这栋楼的面前都变得不够分量了 质量 品质和受宠的生活 成就了曼哈顿Turay楼盘的个性 这座纽约曼哈顿市的升级版 搬到了Turay Village里最中心的地段 由著名设计师Robert Mills先生设计 世界级园艺设计师Paul Bang Gay花园 这套新建成的高端楼盘 至今为止只剩下六套公寓了 得到市场巨大反响的是 布莱腾区39号Sea Campbell Grove 多过2000平米的使用空间 私人海滩走廊 及欧洲豪华式建筑风格 这里的一切 无论是从国际各处订购来的装潢 还是到180度的水景 全部都是头等级的 从一个初中的房源 到另一个更特别的 这次是在Q区最好的一条街道 坐落于35号Sea Campbell林荫大道上 不可置疑的 这是一套世界级的豪华宫殿 好像度假一样的生活 2000平米的整洁地皮 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能满足你 本房产将会以私人拍卖的形式售出 对很多买家来讲 高端生活的梦想 是能拥有一处城市中的顶层公寓 更完善的是能有大理石的大堂 和24小时门房接待服务 坐落在皇家植物园对面 在SinkQ的路上 这座著名的住宅型楼盘 是我们本期的另外一套主推看点 设计师Jack Mello先生 量身设计的露天阳台 泳池和娱乐区 这里的风景要亲身见到才为真 不难想象 从本地客户到海外买家 对此套公寓都有很强的兴趣 我们接下来这套美丽的房源 建于1880年 地处South Sierra安逸的一条小道上 它的美是需要亲自接触的 虽然是刚刚推向市场 但是买家的咨询已经数不胜数 KM Burton总部的资深中介 率领这套房的买卖 从无尽的蓝色大海 金色沙滩 到红色枫叶的林荫大道 再从皇家植物园 到无边无际的泳池 本年度KM Burton的秋季房产 不在乎地理位置的挑剔 只怕风景无人一同分享 让我们一起继续关注 墨尔本高端房地产市场 我是米洁 下次见